大家好 欢迎来到知其作业人技术论坛 参加我们外挂变成实际培训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 IDA的第十六节课 那么本节课呢是接着上节课呢 接着往后逆向啊 就是我打开的 上节课的这个 代码啊那么咱们不是逆向到这里吗 就是Sam呀这些的啊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Core 那么这个Core呢它 明显啊进行压占的几个参数啊 它压入了一个什么 压入了一个4啊 那么4呢是最左边也就是说 一个是它的4啊 一个是另一个值是 这个Tom啊也就是Tom 也就是它的这个数组的手地址啊 也就是压入了这个ROLE ROL 其实就这样 那么这个4是怎么得来的啊 这个4是怎么得来的 那编译器它这样也没有进行调用过什么啊 它只是说传入了一个4 而这个4呢我们明显发现啊 是这个的长度啊 是它的长度 而这个的呃 结构啊 也就是Structure啊 这个结构的这个大小当中 它所存在的元素个数是多少的 这个怎么算的啊 我们知道这个呃 结构啊 它首先有结构的大小对吧 那么结构呃 后来延伸出来了这个呃 这个对象啊 那么这个对象又有一个这个数组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ROL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R这个数组 它也有它的大小 对不对啊 那么它当中的每任何一个元素大小啊 就是这个结构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如果有可能是20啊 20个字节 那么这个不就是多少个啊 这个就是20啊 乘以这个4啊 就是80个啊 80个 那么80个的话啊 如果说那当然这个ROL啊 这个ROLR可以一下用sizeoff求得到 而且这个Structure也可以一下求得到啊 所以说它的这个总大小 也就是说比如说已经通过sizeoff啊 你给我来写一下 还是直接写出来吧 sizeoff sizeoff R 对吧 除以什么 它的每一个这个任何这个玩的大小啊 也就是求得这个什么ROLR的大小啊 那么不就是每一共它有几个吗 一共它有几个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比如说这个是80的 我们这儿来注视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 这个他想不明白啊 80然后除以20啊 这个是20的 对吧 这大小是 它的大小是20啊 那么它的这个大小呢 就是80 80除以20就是4个啊 就是4个 所以说它这个大小应该是这样得来的啊 这样得来的 所以说好 这个第二个参数我们知道的 它就是这个这个值啊 那么第一个值呢 就是什么 这个R啊 它传递的呢 就是这个数组的这个手地值 也就是Tom啊 Tom这个这个的 这个值啊 那么它又调用了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叫什么 比如说叫print啊 print啊 print啊 R-O-L-E 打页页角色啊 我们就叫它这个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 呃 我们可以在它的下部进行书写啊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呢 不需要什么返回 我们就用y的 进行返回 这个当中呢 传递的是一个是吧 传递是一个角色 这样的结构啊 传递是一个角色 嗯 这样的结构 数组吧 应该是 R-O-L-E R 这个 好 那么呃 这个呢 传递它length啊 它的大小 大小的话 R-O-L-E 好 那么这个函数呢 又又做了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就把这个函数 命名为这个print row啊 好 跳过来 我们根据这个小图呢 来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大的循环啊 只不过这个地方啊 中间这块 注意看我数比较晃动 晃动这块啊 这一块呢 这个范围比较大啊 范围比较大 但是虽然范围比较大 但也不要害怕啊 它没有什么复杂的 如果你把它这个 搞清楚啊 也就是几句话的事情 首先呢 它开辟了一个变量啊 这个叫 V-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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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肯定是如果是内层循环的话 就是有J 外层的就是I 这样都是常理 然后呢 把这个V0 然后呢 立马它就进行什么 一个这个 一个0付完之后 它立马进行一个jump 进行 进入到了我们这里 进入到我们EBP加14 然后一个ECX 然后也用ECX进行和它相比较 我们在这里呢 先将它写反 就是 基本上JL 应该写的J JL 也就是什么 VR4是否JL塔 很简单 JL呢 就是小鱼 是否小鱼什么呢 小鱼这个 ARG4 也就是小鱼它的长度了 对不对 我们这知道它的长度就是这个 收小鱼它的长度 如果它小鱼它的长度 然后又做了些什么 然后 小鱼它的长度 然后就走到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地方 它求得了 从这个数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有一个20 也就是说 这个 首先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 就是TOM那个位置 对不对 TOM的起始位置 这是TOM起始位置 然后TOM 然后呢 它加 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乘 乘以20 但关键是这个VAR是什么 VAR 此时是0 它当时就指向的是TOM 所以它这个 在这地方就算是0乘以 我们这边就写一下 0 它就乘了一个什么 乘了一个20 0乘以20 那么这个20 我们知道 是这个结构 我们这个structure 这个结构的大小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14 所以说 它要进行访问 我们 比如说访问完TOM之后 它应该一下跳到Rose 这个起始位置来访问 对不对 然后它又访问Jack 然后访问Sam 所以说你不能说是 他肯定是直接进行这种 以 以这种20 20 因为它们大小都是相等的 都是以20进行存放的 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的 所以说就是 它呢 通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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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行访问 访问到它任何这种元素 在这个第一轮循环的时候 它是 这个 0乘20 在第二轮的时候呢 它就是1 乘以20 第三个就是这个2乘以20 对吧 接下来呢 它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访问到了 这个TOM1 也就是说 数据当中 我们看一下 后面干了些什么 它将这个 全局的 也就是说将数据当中 第一个值 ARG0 ARG0 就是我们 这个Raw 将我们的Raw呢 进行什么东西呢 放给EX 然后呢 与 也就是说将我们这个Raw 这个角色当中的 以什么为为为它的这个变量啊 以这个 ARG4啊 为变量啊 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一下 EX EX EDX 对EDX 是它的这个下标啊 这样很明显啊 就是 这里面 这段就是个 EF语句的啊 通过这段就能看得到啊 这个Compare 然后就又跳了一下啊 又跳了一下 那么如果是Fall 循环 它就是一个Jump过来的 对吧 然后这段也是个Compare 然后过来 而在这个地方啊 进行了一个 这肯定是EF啊 如果说Fall的话 这边就能看到一个大循环 大颜色 蓝颜色的线了 对吧 那肯定是普通的判断语句了 这我给大家再阐述一遍啊 呃 刚才已经看了很清楚 R 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参数呢 是什么 嗯 参数呢 是EDX EDX呢 就是 就是一个数主下标啊 就去加4 然后来 呃 比较这个值 对不对 比较这个值 取出来之后呢 和 6EH 比较啊 那么它呢 是多少啊 110啊 因为它和这个110 比较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地方 写反啊 JLE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个 比较这个值和 小于等于它 啊 小于等于 什么 110 然后呢 如果这条直行成功啊 也就是说 JJGL啊 下来 就过来 如果要 呃 它不行 然后又有这样 又有这样一条红颜色的线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两个通过中间 这个中介啊 它可以通过中间这个 也可以不通过它啊 这样的话就看到了啊 可以通过它 也可以不通过它啊 因为都能访问到下面这一块啊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才是真正实际的这个代码段啊 那而这个 这一段和这 这一段啊 这两段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条件啊 就是一个衣服当中的一个条件 而这两个条件呢 又趋加于并列关系啊 如果说是必须执行啊 也就是案子关系的话 他就是啊 必须要有只有一条线啊 那么他现在有两条线 就说明它是并行关系 说明它是获得余句啊 也就是说这个 后面呢 有 它是有这样两条杠的啊 这个获得余句 获得余下来之后呢啊 在这个位置啊 就可以看到 它呢 又对这个进行一个访问啊 又是乘以20 然后又这样啊 然后这回呢 它是与 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啊 它是加了个C啊 加个C 那这个地方 我可能就是写 没有考虑到啊 这是C啊 有一个C 还有个加C的问题 加C的话就是 又对这个东西 又有一个访问啊 那么他C的话 是HP啊 HP 那么为什么我说它是HP呢 啊 可以在这啊 这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26的 啊 这个是什么 啊 在这啊 这个地方 啊 2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啊 呃 恰的话 这个是10 啊 这地方就已经是C了 到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就到H的时候 它这地方已经是C啊 也就是说H开头的时候 就是C了啊 然后 呃 HP结束之后呢 这是也就是12了 对不对啊 12就加4 就是 C加4 对吧 嗯 C加4 C是它的开头 C是它的开头 C加4是它的结尾 那么在下一个的时候 C加4 结尾 这个方式 它的结尾呢 就是这个C加8 对不对 啊 C加4就是说 这个 10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的开头 其实就10 这我们就直接写成10 这是14 它结尾就是14 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有人加14的 它只会要不然就加10 要不然加 加C啊 不会有最后访问14的地方 因为14呢 已经不存在什么值了 对不对 一个14H 这个就是对HP的访问 C嘛 对C就是HP的头 那么对加10就是对MP的访问 那么MP这点是多少 200 我们这就是200 200的话这段写反 JL 也就是这个 值是否小于200啊 而这个东西不在等号 应该啊 这东西应该不在等号 对的啊 而这个地方是对MP的访问啊 同样是这句话 只不过啊 只不过啊 这就变成了MP而已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OK了啊 OK了 然后呢 这个又又又进入这些地方啊 这些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是1对4啊 然后加10C 然后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 Core啊 这个Core是个它Print F啊 那么而且这个Print F 在这个位置就压占 压占压占压占 压占 压一二三四 一共它输出了四个 正好是这个数字 也就是它需要对 我们每个元素啊 进行一个访问啊 进行访问 那我们就在这Print F一下啊 好 先将这些值写好 那么做号啊 首先是打印出了ID号啊 ID号 它也就是对我们 这个值得点什么ID啊 然后呢 这个值得什么点 点 点Name啊 然后呢 点 多好啊 然后又是 这个值得 点HP 这个值得点MP 就这么长啊 就咱们这个 这种模样啊 就这么长 好 编译一下啊 这个没有放到 它的论函数的头部之上啊 要声明一下 哇靠 这么多头 哦 对 这个结构也要放它之前啊 或者它无法识别的 好了啊 这样就成功了 我们运行一下 哦 这成了死循环了啊 这成了死循环 可是我们当中这个条件 哪个地方判断错误了啊 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这必须要进行加加的啊 或者是减减 我们看一下它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这没错啊 加一 加一 也就是将这个 VS啊 先加一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话 呃就是 1 ID都是1啊 这他妈怎么好远 怎么都ID都能当于1呢 A24 哦在这儿的怪不得都是1 这儿没写哈 这是1234 这样的话 124 打印出来这些值啊 这些值都是对的啊 大家可以起 对照一下 100啊 100啊 啊 TOM这两个值64就是100啊 150 然后1 300啊 都是对的啊 他就是没有打印ID3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原程序是不是这样啊 我还没有核对过 这个9 运行一下啊 啊 我们看到了 它 它是打印了3 但是没有打印4啊 我们这儿打印了4 但是没有打印3啊 这估计又是出现在这个等号上面的问题啊 呃 我们来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原码当中啊 那么这个JL JGE JLE 小于等于 然后呢 这儿呢 是 小于 判断下来 找这样错的确不好找啊 嗯 JL JL 这是JL 对的 小于等 比较 呃 这是什么 大于 小于 等于110 那么主要对 注意一下110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这个附近吧 JG JLE 这个值应该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的应该是大于 啊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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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句话成功的话 就绕过这句话了 如果失败的话 才执行这句话啊 所以说 呃 这个地方 JG啊 如果是成功的话 就走个绿色的线啊 如果不成功的话 才走个红色的线 所以说 嗯 我们应该让这个 这句话 如果想让它成功的话啊 就 必须啊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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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JG一下啊 这就是大于大于啊 否则的话就让它执行这个地方 我们让它之中有一个语句执行成功 就可以啊 所以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大于它 这样的话就对了啊 JG 123啊 出来了啊 123 第四个它就没有被执行啊 没有被执行 好 所以说啊 那么咱们这个当中呢 啊 我们注意 所有的这个两个比较 尤其是有比较当中 它有两个和两个的啊 这个之间 那么判断条件呢 就会执行啊 这个 如果你想让它执行下面的这句啊 尤其是想让它执行啊 这个 你要想要的话 那么必须写啊 就是必须是让它执行红颜色这条线 而往往红颜色这条线 它是不执行 就是代表是不执行成功 对不对 如果说 所以说我们就让它执行的就是红颜色下面这条 啊 这个段里的啊 我们发现都是这个样子 绿颜色的话 直接直接就在这段就是 返回了啊 在这段直接掠探了啊 那么我们都是让它怎么样执行到红颜色的这个里面 然后再执行到红颜色的里面 执行到红颜色的里面 那么只有条件满足了啊 它就跳出这个循环了啊 你说这个200呢 就是它的最终条件 而我们需要让它这个执行的就是它不再没有到达这个最终条件之前啊 也就是这个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才让它执行的 我们这个程序都是让它执行的是不满足的啊 有可能同学以前都是觉得啊 这应该是执行满足条件的这个 有可能执行直接执行到这里啊 而不是而是错误的啊 那么大家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观念啊 那么必须是走这个红颜色的条件啊 我们需要让它走这条红颜色的线啊 所以说啊 想让它下来啊 那么就必须执行这条件 而我们这地方正好是用的 这个并列啊 就是说获了方法啊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 咱们就不能用JLE了 如果这个咱们用JLE的话 那它就必须要执行这条 那就成了暗的语句了 对吧 这条语句是模棱两可的 也就是这样可以这样过来 也可以这样过来 有两种选择方式 所以说这个 当时就造成了我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JLE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是必须是 暗的的办法啊 这个必须是暗的 我们这改成暗的 然后把这个改成小于 小于等于呢 咱们看看 是不是也是123 啊 我们发现它只有一个1啊 只有一个1 那么这句话就是执行了什么 这个雪是小于等于110了 并且啊 这个MP是小于200了 那么这个当中啊 只有 雪是110的 只有这个小于110的 只有这个64啊 也就只有ID1啊 你就算把这个改成大于呢 把这个改成大于 雪要大于110 并且雪 这个魔法要小于200啊 雪要大于110 魔法小于200 那就只有这个ID2啊 150150 那么这个是MP太大了啊 C8的 好 而且这个雪呢 它也是没有 没有大于110啊 那么所以这个值 咱们就 所以这个挺锻炼 这个咱们这个逻辑 思维能力的啊 你对这个 后边语言之间 逻辑的判断啊 还是蛮好的 这些课比较有意义啊 好 本节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讲到这里 关于这个逆向方面的知识 非常的多啊 尤其你比如说 这才是C C语言 对吧 你要是牵扯到这个 MFC啊 .net啊 这里面又有更多的知识啊 并且呢 它还有一些 比如说要有一个类的话啊 它还要牵扯到什么 虚寒术啊 等等啊 好 那么咱们也可能就先讲到这 如果有机会给大家深入的话啊 那么就给大家深入一下 嗯 嗯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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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